台湾在最近这50年来产业的进步 发生了许多生活形态上的变化 创造出具有美学文化的设计理念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特别在2018年6月8号上午 选在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横道堂 举办台湾产业设计50年调查研究计展览的开幕仪式 文资局局长施国龙 上台致辞强调 希望透过这次丰富多元的展览 让大家了解台湾50年来产业设计的发展跟变化 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 因为这些档案文献资料都是我们的鼓舞 就是我们走成了台湾记忆 那这些设计的这些国宝 都是我们走成了一些人间国宝 这些作品都是我们产业文化资产 所以我们像整个节目 我们第一步先做产业设计50年的一个普查调查研究 然后把产品呈现出来介绍给各位 在这次的开幕典礼中 有包括工业 视觉 室内设计等三个领域的知名设计大佬参加 典礼一开始就由众集方带来精彩的古艺表演 施国龙局长还特别颁发奖状给这些老前辈 文资局还在B03艺文展览馆展出台湾不同年代 十一住行娱乐的产业调查成果 像六年年代的老电视 自行车 学校制服 甚至二三十年前的四小客车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展现台湾产业设计的历史 中华民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林盘怂表示 相当感谢文资局对于台湾产业设计调查的支持 这一次的展览其实很重要的 它定位就是以台湾的产业设计 那为什么是产业设计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产业只能够在过去 号称世界的这个亚洲四小龙 一定有我们的产业资源 那这些资源怎么透过一些研究的资料 的一些调查研究 然后去找出里面有很多参与在这个产业贡献的 这些所谓的优质的人力质 这种资本 我们也历经非常多的摸手 非常多的这个学习 然后我们到美国 到日本 到欧洲 到印度 我们去到处去学习 这场展览从6月8号开始到7月29号为止 展览期间还会举办三场设计交流论坛 文资局局长施国龙表示 希望这次展览能够从台湾产业设计的历史资源中 整合出产业设计丰富多元的研究资料 创造属于台湾本土特有的文化资产 也希望透过这次展览 传承给新一代的设计家 提高创造力跟竞争力 让台湾产业设计迈向新纪元 记者肖又金 杨静 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